见到这一幕 楚无情只感觉三观破碎 整个人生观都似乎被颠覆了 从一出生起 他就被教育 要欣系黎明 要胸怀天下 可是现在 他却因为这个 而丢了观 谢了职 这 冷冷地看住楚无情 燕 归来道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主张 我不可能照你的想法去做 因为我才是首席大执政官 顿了顿 燕归来看住一脸倔强 一脸 不服的楚无情继续说道 就算我做错了 那也该由监察不来阻止 他们才是负责这个的 你硬要插手 只会让一切变得混乱 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哈哈哈哈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楚无情仰天大笑了起来 笑声中 楚无情道 不要说得冠冕堂皇的 我现在只想知道 粮食的缺口 你怎么办 难道你能变出粮食来吗 耸了耸肩膀 燕归来道 虽然 这一切原本与你无关 不过 为了让你心服口服 我不介意告诉你说话间 燕归来环顾 一周 严肃的道 接下来 军部的八百万大军 以及正部的一千万大军 都不再实用寻常的道名 正部会按人头 发放三品的灵敏 什么 三品灵敏 听到燕归来的话 所有人都站起身来 一一脸的惊骇 点了点头 燕归来继续说道 不仅仅如此 针对二十亿富豪阶层 我们推出了一品的灵骨 以供旗采购和食用 顿了顿 燕归来继续说 还有 所有军人的家属 都将按人头 发放二品灵骨 以作为军人的特殊津贴丝 倒吸了一口冷气 骨 满 站起身来 大声说 你说的都是真的 严肃地看住骨蛮 燕归来道 虽然我是大直正官 但是在政令上撒谎的话 你觉得 楚无情会放过我 这 面对燕归来的话 所有人都无语了 确实 虽然 自燕归来上台以来 说了很多不住边际的大话 比如 解决所有平民的温饱问题 例如 全军大比拼前一万名 奖励一枚五黄丹 再比如 燕归来当初承诺 将拿出十亿两黄金 千亿两白银 以及无以计数的青铜 初一听起来 这已经不是大话了 这完全是在吹牛 而且连草稿都没打 但是如此不住边际的大话 燕归来却一一兑现了 没有意思的牵强 绝对足额兑现 但即便如此 当燕归来当众说出 所有军人 全部食用三品灵米 所有军人家属 都将食用二品灵卖时 所有人还是无法相信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燕归来也承诺 拿出足够二十亿富豪 食用的灵骨 来填补粮食的空缺 如此一来 一旦二十亿富豪的 粮食空缺倒了出来 便足以养活所有的平民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燕归来从哪里 弄来这么多粮食 难道 真如楚无情所说的那样 凭空变出来吗 那怎么可能 面对着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眼神 燕归来燕归来道 我知道你们不信 可我也没必要让你们相信 无论如何 这毕竟是我们正部的事情 不需要向你们交代 说话间 燕归来转头看向楚无情 冷声道 当然 你可以好好地看住 看我是否拿正令撒谎 如果我真的亡乎职守 你才有权利将我拿下 依法惩处 苦笑一声 楚无情道 如果你真的能变出 你所说的那些粮食 那我才真的服了你 别说将我为大法官 就算将我贬斥为庐民 我也甘之若矣 说完话 楚无情地转过身 朝门外走去 目送着楚无情一路远去 燕归来 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虽然 楚无情有点骄纵 但是他的心 却是正义的 他的所作所为 不能说不为他自己 但最起码 不是仅仅为了他自己 门口处 楚无情停下了脚步 冷声道 不要以为 只有你悲天悯人 我就铁石心肠 舍弃那些平民 难道我不需要承担后果的吗 说完话 楚无情再不停留 大步走出了会议室 昂然而去 叹息了一声 燕归来转过头 对住所有人道 楚无情的心思是好的 但是他还是太过骄纵了 先将他为大法官吧 至于首席大法官一职 暂时由南宫花言担任 暂时 听到燕归来的话 东方天秀眉头不由的一扬 似乎听出了什么 面对东方天秀的疑问 燕归来点了点头道 将来 这首席大法官的位置 还是他的 不管怎么说 他的这份正义之心 还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 点了点头 白冰接口道 没错 他的心是好的 不过 当惯了皇帝 他做事的方式 却太过强硬看了看燕归来 叶灵接口道 是啊还好 他还没有试图插手军部的事情 否则的话 呵呵 叹息住摇了摇头 燕归来道 我对 政治和权力都不感兴趣 早晚会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 顿了顿 燕归来继续说 所以 在退任之前 我一定要定义好 三大部之间的权责关系 类似楚无情这样的横向插手 是无论如何也要杜绝的 环顾一周 燕归来冷声道 不只是楚无情 在场的每一个人 你们都记住了 永远不要试图插手他部的事物 常常呼出一口气 燕归来说 如果不满意我 你们有权通过监察部 否决我的政令 甚至免除我的职务 就像今天免除楚无情一样 不过 看住所有人 燕归来道 除了监察部之外 任何人 都不得随意插手正部事物 我才是正部的大执政官 而你们 什么都不是 面对燕 归来毫不客气的话 所有人都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虽然不喜欢 但大家都知道 燕归来说的是对的 看住大家苦笑的样子 燕归来不由地哈哈一笑道 换个角度说 我虽然身为首席执政官 可是在军部 在法部 我也什么都不是 这样听起来 是不是舒服多了 摇了摇头 白冰道 虽然真话难听 但是我想 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之所以一直不解释 不说明 其实为的 就是确立一套规章制度 赞叹地看了看白冰 燕归来点头道 没错 只要我提前解释一下 说明一下 那么这两次事件 根本就不会发生顿了顿 燕归来继续 道 可是事实上 我是不会解释的 没有什么 比现实更残酷 更让人刻骨铭心 只有挨了打 受了痛 才会记忆深刻 以后才不会再犯 同样的错误 长吸了口气 燕归来仰望着天空 事实上 这首席执政官的宝座 他一天都不想坐下去了 要知道 想成就帝尊 燕归来必须炼制出金丹 也就是俗话中的帝尊丹 可是 想炼制出帝尊金丹 最起码需要九品的炼丹技术 这显然不是燕归来现在所能达到的 这次 探索灵木帝尊的目的 得到了纳武剑丹道的传承至宝之后 燕归来便要潜心修行炼丹之道 争取成为九品炼丹师 至于政务 那实在太消耗精力了 偶尔做做还可以 也算是丰富了生活 可是长期地做下去 却不是燕归来所追求的生活 陵木宝殿之外 万柳大阵之内 袁洪和牛夯 奋力地挥舞着手中的铁棍 任那千万根柳条打击 任那千万根柳树根边撞 都危然不动 虽然说 棍棒属于炖气 通常来说 是很难凌空砸断柔韧无比的柳条和树根的 不过 熔铁棍和混铁棍 可不是普通的铁棍而已 其中 混铁棍乃是由金银铜铁羊 五行金属炼制而成 而且 这五行金属经过九次精炼之后 已经是九品的材料了 是大地的精华 结合着混铁棍内那无边的杀气 以及五行金金之气 酝酿成了一股暴力的金属风暴 尤其是 在小金的帮助下 混铁棍已经成为地兵了 汲取天地之力增幅下 那金属风暴凶残无比 在混铁棍周身 形成了一层 由亿万金属锋刃凝聚而成的钢气 在牛航的挥舞下 那混铁棍周身 黑气弥漫 似乎并不起眼 但事实上 那所谓的黑气 却是由亿万道金属锋刃凝聚而成的钢气 一棍砸下去 那钢气内的金属锋刃 瞬间便会对目标造成千万次切割 剿杀 至于圆红的绒铁棍 虽然表面并无钢气存在 但却也是拥有独特的特性 踏铁棍通体是由黑铁链制而成的 九次金链下 已经是金刚一般的存在 其坚固程度 近乎无法损坏 和混铁棍相同 这冰铁棍也已经是地兵了 可以沟通天地的能量 因此 绒铁棍的周身 虽无钢气环绕 但却凝聚出了一道锋利无比 犹如刀刃一般的羹筋之气 羹筋之气 最锋利尖锐 在混铁棍上 是以混乱的 千万道细小的锋刃呈现出来的 而在绒铁棍上 由于绒铁棍 并不是由五行金属链制而成的 只是单纯的 由一种金属链制而成的 因此 所有的羹筋之气 属于铜质铜元 凝聚成了一道金黄色的锋芒 羹筋之气最尖锐锋利 因此 圆红一棍砸下去 不但沉重无比 而且在羹筋之气的切割下 更实力如刀刃 坚如长枪 如果说 被牛航的混铁棍砸中一棍 相当于被一台绞肉机 搅动了一下的话 那么 被圆红的绒铁棍砸中一根 便相当于被大刀劈了一刀 或者被长枪捅了一枪 那针铁棍 虽然看起来是棍 但是在金色的羹筋之气的切割下 却锋利的出气 一棍劈下 便如大刀劈斩 一棍捅出 便如长枪扎出 那些柳条和树根 无不应声而断 根本无从抵挡 因此 圆红和牛航奋战之间 那万柳大阵之内 碎木横飞 不时有巨型柳树 被圆红砍倒 又或者被牛航轰成碎片 不过 那些柳树汲取了地下的明河之水后 很快便会重新站起来 继续挡在两人的面前 难缠到了极点 一路披荆斩棘 圆红和牛航苦战了九天九夜 终于 两人联手之下 跨越了上万米的距离 抵达了陵木宝殿的门口 这陵木宝殿 原本是陵木帝尊的府邸 位于青木城 青木学府的核心处 自一百多年前 陵木帝尊夺赦东方天秀失败后 他的残魂 便驾驭着这陵木宝殿 沉入了无尽的大地之下 坐落在了这明河之上 就此形成了陵木地种 随着圆红和牛航 迈入宝殿的大门 沙纳之间 周围的三千棵柳树 瞬间退了开来 环绕着陵木宝殿 傲然耸立着 长吸了口气 圆红和牛航 一屁股坐在了地面之上 疲惫地喘息住 连续九天九夜的战斗 而且对手又如此众多 实力如此地强横 即便是圆红和牛航 也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疲惫地坐在地面之上 圆红掏出了燕归来 交给他的蟒珠 第一时间激发了开来 下一刻 一道空间裂缝 出现在了宝殿之内 燕归来的蟒蛇之躯 蜿蜒着从空间裂缝中 钻了出来 朝周围看了看 燕归来赞叹地道 行了 不错不错 你们两个 还真的闯过来了 黑黑一笑 牛航虽然很疲惫 但是精神却很兴奋 畅快无比 地道 痛快 太痛快了 我老牛还从来没有 如此痛快地战斗过 是 啊 是啊 这一战 真的是酣畅淋漓 简直太过瘾了 圆红黑黑笑道 燕归来正打算开口说话时 却猛地感觉到了什么 第一时间 抬头朝陵木宝殿之内看去 放眼看去 陵木宝殿之内 是一条黑暗的通道 墙壁上的灯烛 早已经熄灭了 黑暗的通道内 一道道脚步声响起 朝这边逼了过来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一挥手 将圆红和牛夯 收入了次元空间之中 让他们好好休息 大睡上一觉 至于接下来的路 则要靠燕归来 自己去走了 最起码 要为圆红和牛夯 争取十二个时辰的休息时间 刚刚收起了圆红和牛夯 黑暗的通道内 几道摇摆住的身影 便一步步地走了出来 放眼看去 从黑暗中走出来的 是一个个真人大小的木偶 站在燕归来 蟒蛇之躯的面前 这个木偶的个头非常小 只有不到两米高 而且 这些木偶的行动 非常的笨拙 行走之间 动作非常不协调 给人一种怪异之极的别感 可是 虽然这些木偶 做工很粗糙 动作也不协调 看起来怪异无比 但是 这些木偶的身躯之上 却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个个都拥有着 半不敌尊级的实力 最让燕归来警惕的是 这些木偶的双手之上 声腾着墨绿色的雾气 走到近处 那些木偶双手一挥之间 一道道绿色的利剑 呼啸着朝燕归来射了过来 眉头一锁之间 燕归来摆动住蟒蛇之躯 一连躲过了三只利剑 利剑落空之下 落在了轻石墙壁和地面之上 一阵轻微的滋滋声响中 迅速在墙壁和地面上 腐蚀出了两个深坑 面对这一幕 燕归来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很显然 这些木偶射出来的 是剧毒无比的毒箭 一旦被射中的话 即便是钢铁之躯 恐怕也抗制不住 不过好在 燕归来的蟒蛇之躯 可是有虚空护盾的 对于毒素 是绝对不会惧怕的 想要冲破虚空护盾 要嘛用类似太阳真火 焚天妖艳之类的 强大火焰去燃烧 直接烧出个窟窿 自然就破掉了 要嘛 就是用庞大的能量 瞬间将虚空护盾的容量充满 使其膨胀爆裂 如此一来 虚空护盾自然也无法维持 当然 如果毒素够剧烈的话 用毒素去腐蚀虚空 也不是不可以的 只可惜 能够腐蚀虚空的毒素 却太罕见了 绝不是灵木帝尊 可以倒过出来的 试着用虚空护盾 扛了几根毒箭 果然 那毒素看似附住在燕归来的 蟒蛇之躯上 可是事实上 却隔住一层看似很薄 其实却厚重无比的虚空护盾 这层看似很薄的虚空护盾 其真实厚度 却超过了十公尺 是由虚空之力 经过强力压缩 形成的超级护盾 即便是帝尊 也很难破开 毒箭的毒素 直接被隔离在了虚空护盾之外 至于那毒箭的物理冲击 更是无法穿透虚空护盾 燕归来只能感觉到一丝震动 对于燕归来说来 这些毒箭的斩射 就犹如是隔靴搔痒一般 根本起不到实际的效果 当然 这些毒箭原本就不是靠物理冲击 造成伤害的 其剧烈无比的毒素 才是真正的核心威力 放心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扭动着蟒蛇之躯 朝着灵木宝殿的深处 一路蜿蜒而去 所过之处 七星古剑纵横飞舞 那些行动怪异无比的木偶 根本抵挡不住七星古剑的切割 纷纷被斩得支离破碎 残破的肢体堆满了黑暗的通道 一路前行之间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终于 燕归来在屠杀了整整三千只怪异木偶之后 前方一亮 燕归来出现在了一条宽敞无比的大殿之内 放眼看去 大殿之内 一条高大无比的身影 正挥舞着双爪 和九条黄金长龙 疯狂地对轰着 仔细看去 那高大无比的身影 显然正是虎族的族长 暴炎帝尊 双爪挥舞之间 那暴炎帝尊攻击无比的狂暴 每一爪挥出 都是火光四射 爆发出雷鸣般的轰鸣声 赞叹地看着那暴炎帝尊 这家伙不但是虎族的族长 而且本身也是帝尊级的高手 是飞虎军的实际组建者 以及最高统帅 这暴炎帝尊非同寻常 每一爪挥出 爆发出的威力 都巨大无比 绝非是普通的帝尊 最起码 也得试一劫帝尊 换句话说 这暴炎帝尊 肯定是活了一万年以上 并且成功抗过了一百多年前 那场天地大劫 成为少数幸存的帝尊级高手 之所以会这么肯定 原因很简单 直到现在 那暴炎帝尊 都没有施展任何绝招 单单凭借普通攻击 便和那九条黄金长龙 打成了一团 那暴炎帝尊 每一爪挥出 都没有超出帝尊的范畴 但每一爪 却都相当于普通帝尊 权力爆发的绝招 没错 当一个帝尊 随手的一道攻击 便相当于普通帝尊的 权力一击的时候 那便足以说明 他的境界 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级别 正如帝尊高手 随手一击 便相当于武皇高手的 权力一击 在燕归来 发现暴炎帝尊的同时 对方显然也发现了燕归来 事实上 那暴炎帝尊 很可能更先一步 发现的燕归来 只不过 那时燕归来还没看到他呢 因此也无从判断 见到燕归来 从通道中走了出来 那暴炎帝尊 眉头一皱之间 双手高高举起 尖锐的双爪 交叉一挥之间 雷鸣之声轰然而起 整个陵墓宝殿 都为之震颤了起来 赤裂的火光中 这一击 显然已经超越了 普通帝尊的范畴 达到了一节帝尊的境界 普通帝尊 是万万无法对抗的 一旦被打时 瞬间便会被秒杀当场 最让人恐怖的是 这暴炎帝尊的 这交叉的一击之下 直径上千米的大厅 完全被笼罩在 肆虑的暴炎之下 简直躲无可躲 避无可避 若不是燕归来 见机迅速退回了通道之内的话 虽然不会就此被秒杀当场 但是那虚空护盾 恐怕很难抵挡得住 暴炎帝尊全力的一击之下 那九条黄金长龙 终于抵挡不住 身躯颓然一软之间 凌空一个回旋 朝着大殿正中央的 一座金灿灿的大顶 飞了过去 坑腔 剧烈的金属轰鸣声中 那九条黄金长龙 一一盘绕在了 那巨大的大顶之上 短时间内 显然没有再战的力量了 放眼看去 那大顶色泽金黄 三足两二 顶身之上 九龙盘绕 很显然 这正是陵墓帝尊的 五大至宝之一 从地天一那里 传承过来的九龙藤云顶 九龙藤云顶 是人族传承了 五千万年的质宝 尚有九龙盘绕 可辅助炼丹 也可以帮助主人 抵御敌人 如果有人驾驭的话 这九龙藤云顶 可以将敌人 吸入顶内空间之中 召唤九条黄金长龙 对敌人进行攻击 与此同时 如果配合上 丙丁神火炉 天地原瓷末盘 青木龙环刀天一生水瓮 更可以形成五行连环阵 九龙缠绕 神火焚烧 天地原瓷末盘绞杀 青木龙环刀纵横斩杀 天一生水瓮的 天一真水道观之下 任何人进入阵中 都将九死一生 只可惜 临木帝尊夺舍失败 已经是身死盗销 不过 作为传承了 五千万年的人族 传承至宝 这九龙藤云顶 却依然强大无比 若不是对上了一截帝尊 未必会败 这九条黄金长龙 每条都拥有着帝尊级的实力 九龙绞杀之下 即便是普通的帝尊 也很难战胜 如果 灵木帝尊还活着的话 哪怕只是一缕残魂去驾驭 这暴炎帝尊 也很难如此轻易地获得胜利 眼看着那九条黄金长龙 回到顶身之上 一副虚弱的样子 燕归来心里不由地移动 下一刻 一道白光闪过 燕归来瞬间出现在了 九龙藤云顶旁边 大口一张之间 燕归来一口将那九龙藤云顶 吞入了次元空间之中 不敢怠慢 吞掉了九龙藤云顶之后 燕归来再次一个次元穿梭 回到了刚才的通道中 直接钻进了刚才开启的次元空间 瞬间消失不见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暴炎帝尊先是一愣 不过随即便摇了摇头 并不理会那燕归来 而是继续朝大殿的深处走去 木生火之下 可以大大提升 暴炎帝尊的修位 另一方面 那青木龙环刀 也非常适合暴炎帝尊 有了这把至宝级的兵器 暴炎帝尊的战力 最少提升三成 至于那九龙藤云顶 就算燕归来不抢 其实暴炎帝尊也没什么兴趣 虽然不可否认 那九龙藤云顶确实是宝贝 但却是用来炼丹的 暴炎帝尊即便得了手 也只是拿回去做摆设而已 根本用不上 因此 对于燕归来的抢夺 暴炎帝尊并没有过去追究 反正他已经离开了 趁这段时间 还是赶快去抢到那把青木龙环刀 以及灵木帝尊的遗骸 才是正事 丢了的九龙藤云顶 还没有什么 万一再让燕归来 把青木龙环刀 或者是灵木帝尊的遗骸 给抢走了 那才是哭都没人看 而且 最重要的是 燕归来的动作太快了 一个次元穿梭 出现在了九龙藤云顶的旁边 一口吞下九龙藤云顶后 在一个次元穿梭 回到通道 通过提前开启的次元裂缝 瞬间逃离了这里 这一切说起来很慢 可是事实上 凭借着燕归来的蟒蛇之躯 这一切都只发生在一刹那 连一眨眼的时间都没有 燕归来便已经完成了一切 刚才那权力的一击之后 即便身为一节帝尊 暴炎帝尊也有一刹那的停顿 而就是这一个停顿里 燕归来已经完成了一切 不是不肯追 也不是不想追 事实上 暴炎帝尊自己很清楚 他并不是以速度和灵活渐长的帝尊 即便身为一节帝尊 他依然奈何不了燕归来 虽然正面对战的话 燕归来不大可能是他的对手 可是如果对方一心必战 甚至转身逃跑的话 暴炎帝尊其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很多生物就是这样 就像老鼠一样 本身也许实力并不是太强 可是你想抓到他 却千难万难 即便实力比他高出太多 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且不说暴炎帝尊如何继续前进 另一边 燕归来第一时间 透过空间折叠 回到了天台山 大溶洞之内 张口之间 燕归来将次元空间内的 九龙藤云顶吐了出来 看住那金灿灿的九龙藤云顶 燕归来不由得万分欢喜 即便没有人驾驭 即便只凭己本身的实力 这九龙藤云顶 便足以和一名异界帝尊 打了个不可开交 若不是暴炎帝尊放了绝招 这九龙藤云顶几乎是不败的 最让燕归来兴奋的是 继续向李总 陵墓宝殿之内 还有住其他的四件传承至宝 而且 这四件传承至宝 可以与九龙藤云顶组合成套 各战五行 正是燕归来的虚空法身 最需要的宝贝 不过 有那暴炎帝尊在 燕归来想要得到那四件至宝 便没那么容易了 因此 他必须做出周密的安排 才有可能成功 回到大洞之后 燕归来不敢怠慢 直接盘膝而坐 开始炼化那九龙藤云顶 九八八十一个时辰之后 燕归来成功地炼化了九龙藤云顶 成为了九龙藤云顶新一任主人 原本 想炼化至宝级的存在 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尤其是现在 燕归来还卡在半步帝尊境界 几乎是不可能炼化这九龙藤云顶的 不过 先前的一战中 这九龙藤云顶的九道气魂 被爆炎帝尊重创 虽然没死 但却虚弱到了极点 基本上 燕归来是趁着九龙藤云顶陷入昏迷 强行炼化的 否则的话 若是九龙藤云顶全胜状态下 别说是半步帝尊了 即便燕归来已经达到帝尊境界 也不是那么好炼化的 炼化了九龙藤云顶后 在燕归来的驾驭下 九条黄金巨龙腾空而起 在巨大的溶洞中 畅快地遨游住 一路游荡之间 九条黄金巨龙 不断吞噬着溶洞内充沛的灵气 修复着受到的损伤 三个时辰后 便恢复了全胜的状态 在九条黄金巨龙吞噬灵气 修复自身的同时 燕归来也没闲着 而是开启了次元穿梭 将自己手下的所有大将 都请了过来 首先是熊大和熊二 这对肉盾组合 熊大和熊二 虽然天赋上 不如元宏和牛腔 没有类似魔元霸体 以及混世魔体 这样的终极体质 但是熊大和熊二 身为暴雄遗族 不是出的天才 却拥有特殊的体质 磐石之体 磐石之体 单独对比的话 距离魔元霸体 以及混世魔体 有着遥远的距离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可是当磐石之体 与狂暴血脉结合在一起时 那便完全不一样了 磐石之体 可以凝聚大地之力 化为磐石 形成护体食肤 大大增强自身的 防御力和力量 如果说 魔元霸体和混世魔体 属于最高的一流体质的话 那么磐石之体 虽然算不得九流 但也就四五六的样子 属于中等的体质 磐石之体 可以大大增加 防御力和力量 而狂暴血脉 却是增加三倍的防御和力量 因此 当体质和血脉叠加的时候 就化腐朽为神奇了 磐石之体 虽然不算超强的体质 但是磐石肌肤的防御 以及增加的力量 却是非常巨大的 单就防御而言 反而是最强的体质 比金刚之体 还要强出一筹 以磐石体质的 超强防御和力量为基础 狂暴血脉 增幅三倍防御和力量 结果就太夸张了 倍增的情况下 基数越大 最终的结果就越恐怖 如果基数是一 那三倍也就是三而已 但如果基数是一百的话 那三倍就是三百 这就是磐石之体 与狂暴血脉结合 最恐怖之处 百年前 覆灭魔族的一战中 熊大和熊二这兄弟俩 硬是扛着魔族帝尊的攻击 任其狂奏了三个时辰 却是只伤不死 便足以证明其防御之强悍了 多了不说 即便是一截帝尊的暴炎帝尊 敢任由燕归来这个武皇 狂奏上三个时辰吗 事实上 别说三个时辰了 即便三刻钟都不用 燕归来就能直接拆了那暴炎帝尊 保证连点渣子都不会剩下 在磐石护盾保护下 狂暴血脉增幅下 熊大和熊二不但防御强横无比 而且力量也是恐怖到了极限 若不是这两兄弟保持着熊类形态 熊掌粗壮无比 无法抓窝任何兵器的话 那阿铁棍和混铁棍 其实给这两兄弟用 也是完全可以的 磐石肢体附带的恐怖力量 在狂暴血脉三倍增负之下 万八千斤的棍棒 在他们手中就和稻草一般 随手就可以舞动 不过 虽然不能使用兵器 但事实上 熊大和熊二的那对熊掌 其实就是最好的兵器了 根本不需要额外再找兵器 四根尖锐无比 锋利异常 犹如尖锐弯钩般的力找过处 即便是金刚 也可以抓出四条裂痕 威力之大 简直催枯拉小 因此 拼击住无敌般的防御 熊大和熊二 完全可以顶住攻击 近身撕扯对方的身躯 没有人能无视他们的力找 熊大和熊二之外 再就是飞天王和森燃王 这两大蟒蛇了 这两个家伙 体长都足有百米 身体粗壮无比 不过 考虑了一下之后 燕归来还是放弃了 这两个家伙 虽然强大 尤其是森燃王 更是帝尊之境的高手 但对上 暴炎帝尊 这两个家伙 攻击很难奏效 防御却又防不住 因此 对付普通帝尊 问题不大 可是对上 暴炎帝尊的话 却基本上是要被秒杀的 有熊大和熊二这对肉盾 再加上圆红和牛夯这对战将 配合上燕归来的七星古剑 对付暴炎帝尊 便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 准备完一切之后 燕归来长吸了口气 发动次元穿梭 开启空间折叠 再次回到了陵墓宝殿之内 早在离开之前 燕归来便偷偷地 将一枚定位蟒珠 打入了通道内的墙壁上 因此 透过定位蟒珠 很容易 就便可以回到陵墓宝殿之内 放眼看去 第一座宝殿之内 狼迹的战场依然如故 只是不见了 暴炎帝尊的综艺 见到这一幕 燕归来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第一时间 朝对面的通道 窜了过去 一路急赶之间 通道内 出现了大量的木偶残骸 很显然 这条通道内 也拥有着三千尊 半步帝尊境界的木偶 不过 这些木偶很可惜 先是遇到了燕归来 这个有虚空护盾 不惧怕毒素的 然后又遇到了 暴炎帝尊这个火系帝尊 赤裂的火焰 足以烧毁一切毒素 一路前进之间 很快 前方又出现了一个大殿 大殿之内温度非常高 周围的墙壁上 到处都是烧焦的痕迹 看住空荡荡的大殿 燕归来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很显然 这个大殿之内 原本是放置 丙丁神火炉的 只不过 那丙丁神火炉 显然已经被 暴炎帝尊给收走了 长吸了口气 燕归来继续前行 前面又是一条昏暗的通道 一路行去 大量的木偶残骸 再次出现在通道之中 摇了摇头 燕归来知道 这些木偶虽然强大的 但是对上一截帝尊 却还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虽然说 这些木偶都拥有着 半部帝尊的实力 而且生生不息 永远不会被杀死 但除此之外 其实也没有太特别之处 如果是低手来了 肯定闯不过这木偶拦截 而且就算闯过去 也没啥用 实力不足的话 根本无法收服 这些至尊敌兵 思索之间 燕归来全速前行 终于 前面出现了第三的大点 虽然表面看起来 这水清澈无比 纯净如水晶一般 和普通的水 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但身在其中才会发现 这些水非常重 而且非常的粘稠 行走在其中 犹如在泥沼中跋涉一般 无比的艰难 每行出一米 都需要耗费非常多的体力 好在 燕归来拥有次元穿梭的能力 走不动的话 那就直接依靠短次元穿梭前行 很快便抵达了第三座大点之内 放眼看去 第三座大点之内 一片汪洋 墙壁 甚至天棚之上 都已经湿透了 显然 在不久之前 这里曾经被大水彻底淹没 现在水虽然退去 但是在这暗无天日的大点之内 想要前灶 却需要非常久的时间 环顾四周 燕归来之道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应该是天一生水翁的存放处 这沉重无比 粘稠异常的水 就是天一神水 看住空荡荡的大殿 燕归来不由地急了起来 时到如今 丙丁神火炉 以及天一生水翁 都已经落在了 暴炎帝尊的手里 若不尽快追上去的话 一旦被他取得了 其他两件宝贝 可就离开这里了 一旦暴炎帝尊 离开了陵墓帝尊的墓穴 回到虎族当中 强敌环四之下 燕归来在想抢回这四大宝贝 可就太难了 几乎不可能 接下来 燕归来一路前行 终于 前方一阵剧烈的轰鸣声 远远地传了过来 听到这道声音 燕归来顿时亮起了眼睛 很显然 时到此刻 那暴炎帝尊 还没有收复下一件质宝 一路赶去 很快 燕归来便抵达了一处 硕大无比的空间之内 放眼看去 整片空间不是一座大殿 而是一片浑浊无比的混乱空间 隆隆 隆隆 沉重的声响中 浑圆的布满凹槽的地面 顺时针缓缓地旋转住 天空之上 漆黑的乌云逆时针旋转住 天地之间 一道道紫色的雷电 凄厉地轰鸣住 只远远一看 燕归来便判断了出来 很显然 这天地 就是一件质宝生旧的 天地原磁末盘 没错 正是这件至尊地兵 天地原磁末盘 威力最是巨大 天地阴阳 两一运转之间 所有进入末盘中的物质 都将遭受湮灭的雷霆之力 无休止地轰击 别以为 天地原磁末盘 是依靠那一道道紫色的雷霆去劈人 事实上 天地之间 密密麻麻地分不住 一万道细微的紫色电弧 身在天地原磁末盘之中 每时每秒 都要遭受亿万道电弧的电击 实力稍微不足 又或者没有强大的护体能力 只一瞬间 便会被天地原磁末盘 给磨成部分 此时此刻 巨大的天地原磁末盘之间 暴炎帝尊疯狂地挥舞住双爪 与一道五彩的光影 站成了一团 天地原磁末盘之间 一道五彩人形光影 挥舞着一柄青色的长柄大刀 与那暴炎帝尊打得不可开交 那青色的大刀 应该就是灵木帝尊的 五大至宝之一的 青木龙环刀了 那大刀长柄如龙 龙手张开 谱出了巨大的刀刃 刀背之上 有九刀大环 仔细看去 那九刀大环 分明是由九条青龙 首尾相接而成的 枪枪 轰隆 剧烈地对轰之后 两刀身影分了开来 剧烈地喘息住 那暴炎帝尊哈哈笑道 灵木老儿 没想到 你都已经身死盗销了 却还那么关心人类 竟然留下了传承 愤怒地看住 暴炎帝尊 灵木帝尊所画的 五彩光影道 可恨 竟然被妖族 先一步闯了进来 难道 人类注定要被灭亡吗 摆了摆手 暴炎帝尊道 你那传承 我不稀罕 也不介意你传承出去 不过 你手中的青木龙环刀 我却是在必得 说话之间 暴炎帝尊上下 扫射了灵木帝尊几眼 随后 道 同为帝尊 我也不为难你 只要你交出青木龙环刀 我便立刻转身离开 留住你这道传承之灵 继续等候你的传人亨 冷亨 一声 灵木帝尊道 竟然想用如此荒唐的鬼话 来骗我 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 想要青木龙环刀 先得杀了我 否则的话 你休想得到 听到灵木帝尊的话 那暴炎帝尊愤恨地咬了咬牙齿 下意识转过头 朝旁边的通道看了过去 正好和燕归来 看了个眼对眼 天地原词末盘之内 受原词干扰 一切的神识和灵魂感知 全部被遮蔽了 因此 即便燕归来早就已经赶到 即便暴炎帝尊身为一节帝尊 却依然无法提前探知燕归来的到来 见到燕归来果然去而复返 那暴炎帝尊不由得又惊又怒 虽然他很清楚 燕归来绝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 暴炎帝尊更清楚 若燕归来一心要走 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最让他注急的是 一旦燕归来插手进来 抢了青木龙环刀就跑 那他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这青木龙环刀 他是无论如何也要得到的 焦急之下 暴炎帝尊猛地探出胡爪 一道爆裂的火焰 呼啸而出 直被燕归来轰了过来 面对于此 燕归来当然不敢应接 身体一闪之间 瞬间出现在了天地原词末盘之中 站在了灵木帝尊凝聚出的传承至灵身边 传承至灵 是灵木帝尊凝聚出的传承灵体 通常而言 得到传承灵体之人 便是灵木帝尊的弟子 传承灵体是带着使命的 灵是灵体 其存在的使命 就是传承灵木帝尊的一生所学 一旦获取了传承灵体的认同 这个传承灵体便会融入其神石当中 以灌顶之法 将一生所学 尽数传承下去 深深地看了传承之灵一眼 燕归来道 其他的先不说 咱们先连起手来 一起击败着暴炎帝尊 如何 面对燕归来的请求 传承至灵仙士 一愣 不过很快便点了点头 第一时间答应了下来 燕归来不敢怠慢 面对着飞速冲过来的暴炎帝尊猛一挥手 沙纳之间 九龙腾云顶呼啸而出 那九龙腾云顶一脱手 可谓见风就掌 刚开始 那三脚两耳 身产九龙的九龙腾云顶 还只有拳头大小 可是刚飞出不到十米 便已经长大到了十米直径 尽管那暴炎帝尊也发现了不妙 并且试图躲避 不过 一切还是太晚了 只一瞬间 那九龙腾云顶 便长大到了直径百米大小 直径上百米的顶口 直接将暴炎帝尊 扣在了天地猿瓷墨盘之上 对住传承之灵点了点头 燕归来和那传承之灵同时窜出 趁那九龙腾云顶扣在地面上之前 钻进了顶内空间 下一刻 金光灿烂之间 燕归来 传承之灵 以及暴炎帝尊 同时出现在一个金碧辉煌的金殿之内 这金色大殿不是别的 正是九龙腾云顶的内部空间 仰望黄金大殿 又看了看脚下的天地猿瓷墨盘 暴炎帝尊面色顿时一片铁青 很显然 他似乎被算计 落入了大枕之中 冷冷地看住燕归来和传承之灵 暴炎帝尊道 怎么 你们以为 只有你们有质保吗 我也有 说话之间 暴炎帝尊双手猛地一探 一道三 足九孔的火炉 出现在他的双手之中 只稍一催动 那火炉的九个孔中 便窜出了九条火蛇 朝着燕归来和传承之灵 窜了过来 面对这一幕 燕归来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 应该就是丙丁神火炉了吧 眼看着那九条火龙迎面窜来 燕归来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虽然说 他本身并不惧怕这九条火龙 可是传承之灵可不行 作为灵体 是最惧怕火焰焚烧的 虽然说 这九龙藤云顶内 有九条黄金巨龙 但是五行之中火克金 那九条黄金巨龙 根本拿着九条火焰巨龙 没什么办法 正交集之间 那传承之灵哈哈一笑 大声道 爆炎帝尊 这丙丁神火炉 不是这么用的 还是让我来教教你吧 说话之间 那传承之灵大手 一挥之间 爆炎帝尊 只感觉手中一清 那丙丁神火炉便脱手而出 飞到了传承之灵的手中 伸手在那丙丁神火炉上一拍 刹那之间 那九条丙丁神火龙 顿时掉转过头来 朝着爆炎帝尊 窜了过去 面对着九条火龙 那爆炎帝尊 不由的双爪连辉 轰隆声响中 将九条火龙全部拍爆 不过 火焰之龙 是没有实体的 除非用水浇灭 否则的话 即便被拍爆了 也可以快速凝聚在一起 更严重的是 爆炎帝尊身为火系帝尊 他轰出的能量自然也是火 因此 虽然那九条火龙被拍爆了 但是再次凝聚起来的时候 其实力反而更加强大了 九条火龙疯狂的飞舞之间 虽然不断地被拍爆 但是每当这九条火龙 再次凝聚起来的时候 实力都越发地强横了 一连拍爆了九次之后 那九条火龙 已经强大到夸张的程度了 暴怒地看住那九条 无论如何也拍不死 反而越拍越强的 丙丁神火龙 爆炎帝尊之道 继续攻击下去 早晚 这九条火龙 会强大到他再也拍不死 甚至反过来能拍死他的程度 五行之中 水克火 因此 想要彻底击溃这九条火龙 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水去浇吸他们 当然 普通的河水 是不可能浇吸丙丁神火的 如果真用普通的水去浇的话 那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越烧越旺 不过 爆炎帝尊手中 刚好还有一件质宝 天一生水蚌 星念一动之间 爆炎帝尊双手一盏之间 一个圆底双腕 尚有九龙取水的水蚌 出现在了他的双手之中 看到天一生水蚌 传承之灵眉头一皱 双手一招之间 爆炎帝尊手中的天一生水蚌 顿时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不过这次 爆炎帝尊早有准备 双手抓紧了水蚌的双耳 无论那水蚌如何挣扎 也休想挣脱开来 争鸣的一笑之间 那爆炎帝尊猛一催动之间 九条水龙呼啸着 从水蚌中窜了出来 朝着那九条火龙飞了过去 面对这一幕 那传承之灵轻蔑的一笑 手中轻木龙环刀一挥之间 大刀的刀背上 九条龙环顿时脱离了刀背 放眼看去 那九条龙环迎风就长 瞬间变化作九条青木长龙 先一步与那九条火龙接触 并且瞬间燃烧了起来 转头看了看燕归来 那传承之灵道 不用怕 五行之中 虽然水克火 但是 木却可以生火火 所以 我用九条木龙 来生发九条火龙 以对抗那九条水龙 赞叹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不错不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 虽然水克火 但是水又生木 因此 这九条水龙 是无法战胜九条木火之龙的 早晚必败 苦笑着点了点头 传承之灵道 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 可是 在木火之龙 彻底击败水龙头之前 我们却需要面对 暴炎帝尊的攻击 点了点头 燕归来大手一挥之间 九条黄金巨龙 从九龙藤云顶的顶壁上浮现出来 并且第一时间 朝着那暴炎帝尊冲了过去 同一时间 传承之灵一挥手 大地之上 那原词末盘之内 钻出了九条岩石之龙 朝着那暴炎帝尊冲了过去 哈哈哈哈 面对于此 那暴炎帝尊仰天大笑一声 猖狂地道 怎么 想平级数量战胜我吗 幼稚 我若这么容易击败的话 凭什么可以成就一劫帝尊 说话之间 那暴炎帝尊身躯一晃 沙纳之间 暴炎帝尊的身躯 竟然由一变三 由三变九 九九八十一 分裂出了八十一个暴炎帝尊 看住燕归来和传承至灵惊骇的样子 暴炎帝尊得意的道 我拥有着暴裂血脉 最擅长暴裂分身之术 可化身千万 想靠数量战胜我 纯属痴心妄想 惊骇地看住那八十一个暴炎帝尊 很显然 经过八十一重分裂后 暴炎帝尊的实力 将为了普通帝尊的境界 不再是一劫帝尊 可是事实上 八十一个帝尊联手的话 即便是一劫帝尊 也是要绕道走的 绝对无法匹敌 虽然说 数量很难战胜质量 但是量变 也是可以引发质变的 当八十一个帝尊 同心协力的时候 别说是一劫帝尊了 三劫帝尊之下 基本上都是要望风而逃的 看住燕归来 和传承之灵惊恐的表情 暴炎帝 尊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声中 八十一个暴炎帝尊 同时高举双手 赤裂的火焰 在八十一个暴炎帝尊的手中 同时蓄积了起来 狂笑柱看住燕归来和传承之灵 暴炎帝尊道 怎么样 你们精心为我准备的牢笼 却成了自己的坟墓 这种感觉如何 狂笑声中 暴炎帝尊道 若不是我也喜欢这样的封闭环境 你们以为 平级区区一尊九龙藤云顶 那么容易就可以镇压我吗 受死吧 暴和声中 八十一个暴炎帝 尊 的分裂体 同时推出双臂 八十一团暴裂火焰 朝着燕归来和传承之灵 轰了过来 毫无疑问 这是绝境之内 暴炎帝尊给予的必死绝杀 当八十一团帝尊境界的暴裂火焰 在同一点 在同一时间暴裂开来的时候 即便是三劫帝尊 也要被秒杀当场 这 就是火系帝尊的最大特质 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九九八十一道火球 虽然是从八十一个暴炎帝尊的手中发出的 距离有远有近 位置也各不相同 可是 那暴炎帝尊显然是经验丰富到了极点 调整了出手的先后顺序后 八十一个火球 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 彻底堵截了一切的闪避空间 不仅仅如此 最恐怖的是 这八十一个火球 还从各个角度 同时抵达燕归来和传承之灵的身前 在同一点对撞 并且爆裂开来 面对这一幕 燕归来不由地叹息一声 右手一挥之间 直接将那传承之灵 收入了次元空间之中 如此一来 传承之灵自然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 可是燕归来的蟒蛇之躯 却躲无可躲 藏无可藏 眼看着漫天的火球呼啸而来 燕归来绝望地看住那暴炎帝尊 随后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下一刻漫天的暗红色火球几乎在同一时间轰在了燕归来的蟒蛇之躯上 当就在所有火球轰在燕归来身上的一刹那 一道玄黄色的中体虚影 从燕归来的身躯上一闪而出 一道悠扬而又沧桑的钟声轰然响了起来 古老而又沧桑的钟鸣声中 八十一个火球爆裂出的漫天火焰 瞬间便消散一空 与此同时 一道道玄黄色的波纹 自那玄黄色的中体虚影上波荡开来 犹如水面的连翼一般 玄黄色的波纹 一圈圈地扩散开来 朝着四面八方 八十一道暴炎帝尊的身影席卷而去 虽然那玄黄色的波纹 速度非常的缓慢 可是 以燕归来为中心 方圆万米之内 时间和空间 都被镇压了 那暴炎帝尊犹如泥胎木素一般 呆立在原地 一动都不能动 玄黄色的涟漪一扫而过 下一刻 暴炎帝尊的八十一道分裂体 瞬间便化作了沙尘 扑速速地朝地面落去 不等那些沙尘接触地面 便纷纷燃烧了起来 化作漫天的飞灰 消散于天地之间 面对这一幕 燕归来不由地叹息一声 强如一劫地尊的 暴炎帝尊 面对上着玄色谷中 依然是无可抵挡 这古朴而又沧桑的谷中 到底是什么来头 正感叹之间 那漫天的飞灰 竟然无风自动 纷纷扬扬之间 竟然凝聚成一团 火光大作之间 再次凝聚成了 暴炎帝尊的躯体 这 惊骇地看住死而复生的 暴炎帝尊 燕归来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心念一动之间 燕归来瞬间召唤出了 七星古剑 凌空几个盘旋之间 朝着那暴炎帝尊 飞了过去 这暴炎帝尊 虽然透过某种秘法 死而复生 但是 很显然 这个秘法的代价 是非常大的 虽然死而复生 但是却无比的虚弱 没有几年时间休养 绝不可能拥有 多强的战力 所谓 趁他病 要他命 趁着暴炎帝尊 虚弱的机会 燕归来瞬间出手 无论如何 绝不能容许 这暴炎帝尊 恢复实力 否则的话 谁是他的对手 眼看着七星古剑 朝着自己飞斩而来 那暴炎帝尊 顿时一脸惊慌 扑通 一声闷响声中 暴炎帝尊 跪倒在地 扣手道 暴炎院将 暴炎院将 燕归来 猛地皱了皱眉头 那七星古剑 猛地一个盘旋 几乎是擦着 暴炎帝尊的脖梗 飞了过去 削落了一大片虎猫 七星古剑凌空 一个徘徊之间 回到了燕归来的身边 双眼警惕地 看住暴炎帝尊 无论这暴炎帝尊 是真将还是假将 燕归来 都不会放松戒备 燕归来之所以停手 之所以愿意 相信暴炎帝尊 是因为妖族的 传统和习惯 和人类 是完全不同的 对人类来说 投降是很可耻的事情 很多人都是宁死不屈的 可是妖族不同 打不过就投降 在妖族看来 是很正常的事 在妖族看来 没有什么 比生存更重要的了 明知道打不过 还要拼死去打 那是世界上最傻的事 事实上 对于妖族说来 投降能被接受 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 大多数情况下 战败意味着死亡 妖族不会轻易 接受投降的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道 你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可以死而复生 面对燕归来 的询问 暴炎帝尊迟疑了一下 不过当燕归来 催动七星古剑 蠢蠢欲动的时候 那暴炎帝尊 无奈地道 除了拥有暴炎血脉之外 我还拥有着灰烬之体 只要我没有被完全摧毁 哪怕只剩下一小撮灰烬 也可以死灰复燃 灰烬之 体 听到暴炎帝尊的话 燕归来不由的一阵赞叹 这世界之大 真的是无奇不由 竟然还有灰烬之体 这种体质 看了看暴炎帝尊 燕归来道 如果你化为灰烬之后 我用天衣神水浇灌上去的话 结果会如何 面对燕归来的询问 暴炎帝尊苦笑一声 那还能怎么办 湿掉的死灰 怎么可能复燃 当然是死翘翘了 了然地看住 暴炎帝尊 燕归来道 如此想来 你就是靠着死灰之体 看过了上一次的天地大劫的吗 点了点头 暴炎帝尊道 没错 我当初选择的渡劫之所 就是地下熔岩池中 那里没有水 反倒拥有着无穷的地火 随时都可以死灰复燃 赞叹地看住暴炎帝尊 燕归来道 如此说来 你何必要抢着青木大环刀呢 你应该选择一把火系的地兵 如此一来 你岂不是可以随时 集住地兵上的火焰 死灰复燃吗 无奈地看住燕归来 暴炎帝尊道 我也想要啊 火系地兵啊 可是问题是 乾坤世界的妖族 根本无人会炼气 苦笑着摇了摇头 暴炎帝尊继续说 会炼气的妖族 大都在星空古路之内 太古妖神大陆上 我们这里这么偏僻 没有炼气上的传承 星空古路 听到这个名字 燕归来不由的目光一亮 不过很快 燕归来便摇了摇头 想要进入星空古路 最起码要拥有 帝尊级的实力 否则的话 贸然进入 怕是要迷失在 那浩渺的 星空古路之中 根据古籍记载 那星空古路之上 危机遍布 星空虫族 虚空一族 以及妖族 魔族 是星空古路的主角 在乾坤世界 和真灵世界 帝尊便已经是 最高境界了 可是在星空古路 帝尊只是刚拥有 进入的资格而已 星空古路 是帝尊的世界 帝尊以下 根本没有资格进入 勉强进入的话 也必然会遭遇不测 可谓是九死一生 叹息一声 燕归来道 好吧 按照妖族的规矩 既然你投降了 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 你应该清楚吧 点了点头 报言帝尊 当即立下了心魔大 是 只有如此 才不必担心会被判 通常而言 无论是妖族或人族 都不会轻易立下心魔大事的 只有生死攸关 不立世就要死的时候 才会立下这样的誓言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妖族的各大皇族 王族 以及贵族 地位都无比的稳固 以暴雄族为例 即便暴雄族已经没落了 可是雄族的各大种族 各大势力 却依然不敢对暴雄遗族下手 原因何在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雄族的各大种族的首领 都已经对当年的暴雄帝尊 立下了心魔事 永远也不能对暴雄族下手 其实不只是不能下手的问题 心魔誓言中 还包括了保证暴雄族的地位 对外更是代表着整个雄族 不然的话 仅剩十三四万老幼病残的暴雄族 早就被雄族毁灭了 哪还能如此逍遥 再比如百年前 人类的四大帝尊 其实也是对帝天意 立下了类似的心魔事 誓言约束下 四大帝尊终生不敢侵入南明城 更是一步都不敢踏入南明学府 微笑着点了点头 燕归来右手一挥之间 那三足九孔的丙丁神火炉 轰然声中 落在了地面之上 九条火龙蜿蜒而出 朝着那暴雄帝尊卷了过去 面对这一幕 暴雁帝尊先是一愣 随即是大喜 在燕归来驾驭下 那丙丁神火蛟龙 围绕着暴雁帝尊游荡不休 一道道神火之力 不断地融入到了 暴雁帝尊的身体之内 贪婪地汲取丙丁神火 暴雁帝尊的脸上的表情 无比地享受 同时 暴雁帝尊身上波动的威压 也迅速攀升着 每分每秒都在提高 终于 燕归来大手一挥之间 那九条丙丁神火龙 倒卷而回 顺着丙丁神火炉的九个孔 钻了回去 看出暴雁帝尊 燕归来道 好了 虽然你还没完全恢复 但最起码恢复了六成的实力 我能帮的 也只有这么多了 感激地看出燕归来 暴雁帝尊道 多谢大王的恩典 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好了 你先回去休养吧 等需要你的时候 我会过去找你的 面对燕归来的命令 暴雁帝尊哪里敢违抗 对住燕归来一抱拳 暴雁帝尊转身大步离开 送走了暴雁帝尊 燕归来心念一动之间 将神石转移到了人类躯体那边 出现在了执政大厅内的修炼秘室之中 慢慢睁开双眼 燕归来右手一挥之间 传承之灵一脸茫然地出现在了秘室之内 茫然地看了看面前的燕归来 那传承之灵先是一阵迷惑 不过很快 眼前这个人类男孩的身体之内 竟然拥有着刚才那只大蟒蛇的灵魂 看中一脸震惊的传承之灵 燕归来道 这才是我的本尊 那只大蟒蛇 只是我的分身而已 分身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传承之灵一脸的惊讶 上下扫视着燕归来 又朝周围看了看 那传承之灵道 难道 这里是幻境吗 可是这也太真实了吧 微笑住摇了摇头 燕归来道 是 不是幻境 你自己判断吧 总之 我也不想让灵木帝尊的绝学失传 因此 这段时间 你可以跟在我身旁 遇到合适的人选 你可以自行决定 该将传承给谁 说话之间 燕归来一挥手 再次将传承之灵 收进了次元空间之中 身在次元空间之中 传承之灵一脸的疑惑 不明白燕归来这是要做什么 下一刻 次元空间 那半球形的透明壁垒上 无声地敞开了一道窗口 透过窗口 传承之灵可以看到 以燕归来为中心的片区域 连声音都能听到 收起了传承之灵后 燕归来再次将意识 转回了灵木宝殿之内 大手一挥之间 分别将九龙藤云顶 丙丁神火炉 天地元瓷末盘 青木龙环刀 天衣生水瓮 全部都收了起来 朝周围看了看 确定没有什么宝贝之后 燕归来转过身 打算继续深入宝殿深处 去寻找灵木帝尊的 丹药收藏秘室 眼看着燕归来 打算离开灵木宝殿 下一刻 那传承之灵 终于按耐不住 开口道 别急着走啊 你把那万柳大阵的阵盘 带上吧 留在这里就浪费了 阵盘 听到传承之灵的话 燕归来皱了皱眉头 放眼朝周围看去 哪有什么阵盘 正疑惑之间 传承之灵开口道 那万柳大阵的阵盘 就在你脚下 整个大殿的地面 就是万柳大阵的阵盘 听到传承之灵的话 燕归来疑惑地低下头 朝脚下看了过去 入目所见 收起了天地原磁末盘之后 地面上露出了一层草绿色的地面 地面之上 纵横交错地 分不住一条条翠绿的线条 线条之上 描绘着一条条细长的柳叶 这 就是所谓的万柳大阵吗 看住燕归来疑惑的样子 传承之灵开口道 这地面上的阵纹线条 是由先天静柳的柳条勾勒而成的 那绿色的叶子 正是柳条上附带的 看住直径上百公尺的浑原地面 燕归来茫然道 怎么回事 这么大的阵盘 难道要挖起来吗 摇了摇头 在传承之灵主动要求下 燕归来将气放了出来 助力在万柳大阵的阵盘之上 传承之灵双手一挥之间 无边的木系能量卷荡而出 朝着整个阵盘蔓延而去 在燕归来赞叹的注视下 那青绿色的木系能量席卷之下 那一根根翠绿的柳条 连织带叶地 从地面上升了起来 一根根翠绿的柳条 挂着一道道柳叶 在半空中悠然地旋转住 飞舞着 三千根柳条 纷纷从地面升起 悠然地旋转中 朝同一点聚集了过去 下一刻 三千根柳条凝聚之下 一颗粗一米 高十多米的垂柳 注立在了大殿正中心的地面之上 看住那美丽无比的先天静柳 燕归来不由地叹为观止 单从表面上看 这垂柳没什么特别之处 颜色翠绿 三千丝涛般的柳条悬挂而下 一根根柳叶 无风自摆 美不胜收 但仔细看去 纳柳树的树干之上 叶脉之间 却分明流淌着 鼓鼓的翠绿色的能量 最让燕归来惊叹的是 纳树干的纹理 以及叶脉的纹路 竟然是亮金色的 很显然 这株先天静柳 已经被陵木帝尊炼制成了一套正气 三千柳条 聚集为先天静柳 散为万柳大正 只不过 很显然 陵木帝尊 在正气上的研究 并不太深 这套万柳大阵 对付武皇还可以 可是用来对付帝尊 却还是稍显薄弱 不过想想也正常 陵木帝尊真正的主业 是炼丹 因此 这炼气上的造诣低了点 也是正常的 人无完人嘛 之所以敢说 陵木帝尊炼气之道薄弱 燕归来可不是信口开合 自从三族金屋 被白虎帝尊吞噬了金魂之后 源自三族金屋金屑的 妖族的全套炼气传承 便全盘被燕归来接受了 和炼丹不同 炼丹是人类祖先 炼长白草后 熟悉了药性 从而摸索出的一条大道 炼气则不然 还没有人类的时候 妖族就已经开始炼气了 负责地说 人族的炼气之道 其实是从妖族那里偷学来的 当然 源头虽然一样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人族的炼气与妖族的炼气 已经走上了两条 完全不同的路线了 人类炼气 炼的通常是铠甲和兵器 在人类看来 人类和妖族最大的不同 就是人类会使用工具 使用铠甲和兵器 而妖族则不然 妖族炼气 通常不炼兵器和铠甲 妖族的攻击 靠的是牙齿和爪子 又或者是头上的双脚 防御上 妖族靠的是结实的肌肉 厚厚的皮毛 或是坚硬无比的甲匠 因此 妖族炼气 炼制的其实不是兵器和铠甲 而是法宝 何为法宝 简单说 所谓的法宝 就是蕴含着法子的质宝 铠甲和兵器 统称为帝兵 是人类特有的炼气产物 而法宝 则是妖族炼制出来的 拥有着巨大威能的质宝 从某个角度说 妖族不是不会炼气 而是不会炼制帝兵 而人族虽然会炼气 但是却并不会炼制法宝 不过 虽然种类不同 功能也不一样 但是总的说来 炼制的手法 使用的阵纹 其实都是一样的 确切地说 无论是炼气 还是炼宝 都是同一个学科 不同方向的运用而已 例如燕归来石海中 那灰黑色的谷中 既不是兵器 也不是铠甲 而是太古妖族炼制出来的 蕴含着法则的质宝 换了是以前 燕归来肯定分不出 其中的差别 可是在吸收了金乌一族 自太古时代传承下来的 完整无比的炼气之道后 燕归来却已经可以 判断得很清楚了 很显然 灵木帝尊和黑金帝尊的炼气之道 和妖族的炼气之道 是完全不同的 灵木帝尊 以及黑金帝尊的炼气之道 是源自人类的炼气传承 炼制的都是一些铠甲和兵器 其中有以剑类兵器为主 正因为人族擅长炼剑 因此人族的武者 也大多修炼剑道 彼此互为因果 而妖族的炼气之道 炼制出的却不是兵器和铠甲 而是法宝 九龙藤云顶 丙丁神火炉 天地原瓷末盘 青木龙环刀 天衣生水问 这五件传承至宝中 真正算是兵器的 也就是青木龙环刀了 而且就燕归来了解 这青木龙环刀 还真就是灵木帝尊自己炼制的 其手法也完全是 人族的炼气之法 严格意义上说 那青木龙环刀 是兵器 不是法宝 至于其他的四件传承至宝 九龙藤云顶 丙丁神火炉 天地原瓷末盘 天衣生水问 炼制的手法就完全不同了 放在今时今日 燕归来只打眼一看 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四件宝贝 都是用妖族的手法 炼制而成的法宝 而不是兵器 其实仔细想想就知道了 铠甲和兵器 都能和兵子挂钩 也就是所谓的兵器和兵甲 可是一尊大顶 一座火炉 两扇墨盘 一个水问 这算是兵器呢 还是铠甲呢 和人族的炼气之道 也是完全不同的 和传承自三族金物的 妖族炼气之道对比起来 这四件宝贝 应该是妖族炼制出来的 应该归类到法宝当中 而不应该称其为兵器 很显然 灵木帝尊 其实也是想凑齐五行 但是本身 又找不到木系的法宝 所以只能用 人族的炼气手法 炼制出了一柄青木龙环刀 来补全木系的缺失 只不过 在燕归来看来 这样的修补 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 这就好比一个 玉碗碎了个口 用黄金给补上了一般 虽然确实是补上了 但是其本质上 还是有区别的 以刚才那一战为例 如果这青木龙环刀 放出的那九条木龙 真的是由法宝 放出来的话 那么木能生火 木火相生之下 其威力会成倍提升 瞬间就可以战胜 天一生水瓮 凝聚出的九条水龙 但事实上 刚才的那一战中 九条木龙 与九条火龙融合后 却只比九条水龙 强了一线而已 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耗 才有可能击败九条水龙 没错 那青木龙环刀 与真正的木系法宝比起来 差距就是如此的巨大 虽然补上了 但却只能发挥出 不到十分之一的功效而已 当然 并不是说 帝兵就不如法宝 也不能说 法宝就比帝兵强 关键在于 帝兵和法宝 虽然运用的都是同一道法 但是应用的方法和方向 都是不同的 可谓是大义小童 没有谁强谁弱 一说 关键点其实是兼容 完全不同的两套系统 硬要拼凑在一起 则必然出现兼容问题 这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的道理 若是用帝兵不成军阵 然后用法宝 去补弃缺口的话 也必然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兼容的问题 还是会出现 身为帝兵 这青木龙环刀 绝对是最顶级的帝兵 但作为法宝 这青木龙环刀 却根本不入流 因此 看住手中的青木龙环刀 燕归来实在不知道 该如何处理 继续用来补五行 不是不可以 但却根本不配套 而且根本发挥不出 真正的威力 沉吟良久 燕归来猛一咬牙 做出了决定 时到如今 燕归来已经从 三族金屋的血脉中 继承了全套的妖族炼金术 因此 他完全可以自己炼制 一件木系法宝 以补全五行属性 而且 最让燕归来满意的是 这青木龙环刀的材质 确实是没得挑 也不知道灵木帝尊 从哪里 得到了这颗先天静流 以枝条和根络 炼制出了万流大阵 其主干则炼制成了 这件青木龙环刀 如今 这青木大环刀 已经是最顶级的帝兵了 改无可改 燕归来所想的是 在青木龙环刀的基础上 在帝兵的笛子上 继续炼制 运用妖族的炼器之法 将这青木龙环刀 炼制成一件法宝 虽然说 这样的炼制手法 八成几率会失败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不炼制的话 燕归来很难找到 同一档次的木系法宝 去补全木系的缺失 有所决定后 燕归来一挥手 收起了那颗万柳大阵的阵盘 也就是那颗先天静柳 想要将青木龙环刀 在帝兵的基础上 炼制成法宝 这颗先天静柳 是不可或缺的 只有将这三千柳条 以及柳根 炼入青木龙环刀中 才可以补足本源 将其炼制成法宝 是不可以分开的 不过暂时来说 燕归来可没有这个时间 他还没忘记自己 为什么要来这里 没错 之所以要冒险探索 这陵木宝殿 为的是寻找大活落丹 以治疗上官千秋 以及司徒万里 让他们回复当年的实力 重新成为九品炼丹师 收起了万柳大阵的阵盘之后 燕归来不敢怠慢 继续朝着墓穴伸出进发 有传承之灵指引 燕归来很快便抵达了 陵木帝尊的丹药收藏室 放眼看去 陵木帝尊收藏的丹药 其实并不多 也不只有九品的丹药 事实上 许多奇特的 稀少的七品 以及八品丹药 陵木帝尊也是有收藏的 整体说来 陵木帝尊收藏的丹药 一共只有七 八百克而已 虽然数量不多 但却无一例外 皆是精品 最让燕归来惊叹的是 陵木帝尊的收藏中 竟然还有三颗 分别为三品与四品的 帝尊精丹 虽然说 这三颗帝尊丹的品质 都非常差 都是勉强承担而已 可是即便如此 却也有三四成的几率 可以让一个 五皇九重天的高手 成就帝尊 看出这三枚帝尊丹 燕归来不由地摇头叹息 这帝尊精丹 实在是太诱人了 可是其中蕴含的风险 也实在是太大了 要知道 成就帝尊本就是逆天之举 因此 一旦失败 那必然是有死无生的 这三枚帝尊丹 有三四成的几率 可以让一个 五皇九重天的高手 成就帝尊 但同时 却也有六七成的几率 让其瞬间死亡 因此 这帝尊丹既有人 又有点吓人 对于那些半部帝尊而言 不吃这帝尊丹 那么自己所剩的寿命 已经没有多少了 早晚都是要老死的 可是有心要吃这帝尊精丹 却有可能瞬间死亡 这该怎么选 若非这三枚帝尊精丹 弊端太大 想来绝对不会胜在这里吧 叹息柱摇了摇头 燕归来纷纷将那些珍贵的丹药 一一收了起来 所有丹药中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所需要的大活络丹 果然身在其中 到此为止 两颗大活络丹 都已经找到了 炼丹协会的密室那一颗 灵木帝尊的墓穴里一颗 如此一来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就都可以恢复了 原本 找到第一颗的时候 燕归来便打算 让其中一人恢复了 不过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却同时拒绝了 丹药就有一颗 该先给谁吃呢 上官千秋想退让给司徒万里 而司徒万里 怎么可能占这个便宜 又推给了上官千秋 争执不下 两人前翠让燕归来做决定 可燕归来怎么决定 给谁都不合适啊 无奈下 燕归来前翠谁也不给 等两颗都找到后 一人一颗 谁也不得罪 而且 燕归来也借此表明 在他的心目中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是同样的地位 同样的重要 面对燕归来的决定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拍手赞叹 同时答应了下来 都已经耗了一百多年了 再多等几天又如何 反正以燕归来的实力和能力 两颗大活落单 一定都会被他找到 不需要等太久的 第一时间找来了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燕归来将两颗大活落单 递了上去 一人一颗 不用争也不用抢 更不会伤了和气 一切都变好了 他们的人生再次充满了希望 司徒万里抬起头 看住燕归来道 对了 我师尊的收藏中 我记得 还有两颗帝尊金丹吧 面对司徒万里的询问 燕归来点了点头 道 没错 是有两颗帝尊金丹 怎么 彼此对视了一眼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尴尬地挠了挠头 随后 由上官千秋开口道 那个 你看 能不能 把那两颗帝尊金丹 也给我们俩 听到上官千秋的话 燕归来顿时皱起了眉头 一脸的迟疑 看住燕归来迟疑的样子 司徒万里急声道 把这两颗帝尊金丹 用在我们身上 绝对是最划算的 回报也是最高的 点了点头 上官千秋道 对啊对啊 我们不但已经立下了心模式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心 是真正向住你的 真正希望辅佐你的 看了看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燕归来 深深地点了点头 确实 燕归来曾经很多次 提出要把所有人 转移回人类世界 可是却都被上官千秋 以及司徒万里拒绝了 对这两个老头来说 他们只认燕归来 也只想围绕在他身边 尽心尽力地辅佐他 帮助他成就一番霸业 若不是新真相燕归来 若不是真的忠心辅佐燕归来 其实回归人类 才是最符合两人利益的决定 以人类对炼丹师的渴望 就算已经破了功 这两个九品炼丹师 拥有着全套炼丹传承 满脑子失传丹方的家伙 也必然成为国宝级的存在 苦笑一声 燕归来摇头道 不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不是舍不得 实在是 那两颗帝尊金丹 都只是勉强承担 一旦吞服下去 六七成的概率 是要死人的 苦笑着摇了摇头 上官千秋道 你看问题的角度不对 要知道 我们两个 已经年老体衰 本源大伤 即便回复了武皇境界 本源也补不回来 没多少年祸头了 点了点头 司徒万里道 是啊 我们两个老家伙 已经是行将旧幕了 若不能成就帝尊 几百年后 我们还是会死 叹息一声 上官千秋接口道 关键是 再过一段时间 即便有帝尊金丹 我们也无法使用了 绝望地仰望住天空 司徒万里道 是啊 一旦身躯太过苍老 根本就无法吸收丹药之力了 到了那时 便是游进灯窟 回天乏力了 听 住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的交谈 燕归来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时到此刻 燕归来也知道 这已经是两人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不用的话 以后就算燕归来啃给他们 他们也没办法用了 身体根本不吸收 深深地看住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燕归来道 没有你们 也没有这里的一切 因此 这两枚帝尊金丹 我是绝不吝啬的 可是 不等燕归来把话说完 上官千秋便断然道 没有可是 就算是死 我们也死得其所 死也可以明目点了点头 司徒万里道 不成帝尊 终究会死 对于 我们来说 明明有机会冲击帝尊 却因为恐惧而错过了的话 那才是生不如死 苦笑着点了点头 上官千秋道 是啊 这两枚 帝尊丹 已经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一旦错过 我们总有一天会死亡的 而且那一天 并不会太过遥远 我想 如果我们命不该死的话 那么两个全心效忠你 全力辅佐你的 帝尊境界的九品炼丹师 对你的帮助 应该是无比巨大的 不是吗 双眼放光地看住燕归来 司徒万里点头道 猛一咬牙 燕归来挥手之间 取出了两个 装有帝尊金丹的玉瓶 断然道 既然这已经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 那我不会吝啬 在这里 我衷心祝福你们成功 点了点头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分别收起了一颗大活络丹 以及一枚帝尊金丹 至于哪科是三品 哪科是四品 三人都没有刻意去分 也没人开口去问 一切全凭运气 这样才不会伤感情 伤和气 如果真的问清楚了 那分配上就又是问题了 谁该用三品的 谁又该用四品的呢 随后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找来了司徒雷曼 将古墓城的一切 都交代给了他 一旦这次两人都失败了 那么司徒雷曼 便将是古墓城 唯一的希望了 而即便两人都成功了 成就帝尊之后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也不大可能去 管理具体的事物了 古墓城的一切 还是要交到司徒雷曼手中 事实上 司徒雷曼 身为上官千秋的弟子 身为司徒万里的女儿 身为燕归来的老师 他的身份和地位 是不可取代 也不可动摇的 安排了一切之后 在燕归来的陪同下 三人进入了大溶洞之中 首先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同时服下了大活落丹 作为疗伤圣药 大活落丹的效果 不需要多说 九品圣丹 大活落丹 虽然算不上药到病除 却也只耗费了九个时辰 便彻底治愈了上官千秋 以及司徒万里的伤势 感受着身体上 涌动着的庞大能量 只一瞬间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便泪湿双眼 原本 他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恢复了 但现在 梦想中 曾经出现过无数次的场景 却真实地出现在了现实中 感激地看住燕归来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很清楚 他们能有今天 一切都是燕归来给的 若无燕归来 他们现在就算没死 这一生也不会有任何的希望可言了 不过 现在 还不到庆祝的时候 因为接下来 就要开始服用帝尊金丹了 彼此对望了一眼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颤抖着探手入怀 分别掏出了一个玉瓶 这两个玉瓶之内 装着的就是帝尊金丹 一旦服用下去 他们就有三到四成的概率 就此成就帝尊 从而拥有着无限的寿命 当然 值得一说的是 无限的寿命 不等于不会死 如果无灾无难 无劫无病 自然是可以永远活下去的 但一旦有人杀了他们 或是遭遇了天地大劫 又或者得了不治之症 那该死还是会死的 因此 帝尊其实并不是永恒不灭的 更确切地说 应该是青春永驻 长生不老 时到此刻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很清楚 不服用这帝尊金丹 他们还有几百年好活 虽然最终必然会死 但最起码不会立刻死 而一旦服用了这帝尊金丹 成就帝尊自然是万事大吉 可一旦失败 有六七成的概率 会当场生死 连剩下的几百年 都没得活了 最重要的是 即便成就了帝尊 其实也不是真的就不死不灭 万劫不磨了 虽然不会老死 但却会被杀死 会因为各种原因死亡 尤其是天地大劫 更是帝尊最大的劫难 一万的帝尊 最少有九千个 要死在天地大劫之中 所谓的长生不老 成为一只空谈 当然天地大劫 可不仅仅只针对帝尊 而是针对整个世界 整个天地 以乾坤世界为例 百年前的天地大劫中 魔族直接被妖族覆灭了 可谓是斩尽杀绝 鸡犬不留 妖族虽然是胜利一方 但是损失之大 也是不可估量 以暴雄族为例 其全盛时期的一百多万大军 最后却只剩下了 十三四万老幼病残 其他的都死在了负面魔族的那一战当中 虽然现在看起来 人类足有百亿之众 似乎不少 妖族大军也似乎非常繁荣昌盛 各大皇族和王族 动辄可以出动百万大军 但事实上 整个乾坤世界 在那次天地大劫之后 所有生灵 可谓是实不存一 要知道 天地大劫之前 妖族动辄就是千万大军 甚至是千亿大军 曾经 妖族拥有千亿天狼战士 百亿双亿天狼 曾经 妖族拥有百亿山羊射手 十亿山羊神射 但现在 天狼战士只有十亿 山羊射手只有不到一亿 其他的都死在了 那场天地大劫之中 没有上万年的时间 是绝对不可能恢复的 因此 成就帝尊 固然可以长生不老 但却不等于不死不灭 生和死 与是不是帝尊 并无直接的联系 真想不死不灭 只有功成九转 正得天地尊位 一旦成就真正的天地 那才是真正的不死不灭 万劫不磨 与天地同寿 在此之前 一切的长生不老 都只是净花水月 经不起丝毫的波折 更扛不过三灾九难 不过 想成就九转天地 那么成就帝尊 就是必经之路 不成就帝尊 便无法正得无上天地 陈莹 两九 终于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猛一咬牙 同时打开玉瓶 将玉瓶中的帝尊金丹 仰头倒入口中 人生能有几回博 此时不博何时博 对比起老死床榻之间 无论是上官千秋 还是司徒万里 都宁愿死在追求大道的征途之上 作为修道之人 味道而死 死得其所 吞下两颗丹药之后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不敢怠慢 纷纷盘系而坐 全力消化着体内的帝尊金丹 呼轰 两刀肆虐的 灵气 波荡之间 空气中爆发出一道轰鸣声 同时 以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为中心 天地灵气 狂涌而来 看住无尽的灵气 狂涌入两人的身躯 燕归来不由地闭住了呼吸 时到此刻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已经正式开始突破了 到底是成功 还是失败 就看接下来的这九个时辰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住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身上的威压 越来越大 只一小会功夫 两人身上的威压 便已经正式超越了武皇境界 迈入了帝尊的殿堂 欢喜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燕归来之道 此时此刻 两人已经不再是武皇 也不再是半部帝尊 而是名副其实的帝尊了 最起码境界上 已经是如此了 正狂喜之间 周围的空气猛地一颤 下一刻 上官千秋的面色陡然一变 一股绿色的气息 从他的肌肤上 渐渐地浮现了出来 几乎紧跟在上官千秋之后 司徒万里的身躯 也是一颤 他的肌肤之下 也浮现出了绿色的气息 这 看着那越来越清晰 颜色越来越浓郁的绿色 渐渐渲染开来 燕归来脸上的笑容 顿时收敛了起来 所谓 是要三分 毒 但凡是丹药 就一定有毒 尤其是这两克帝尊精丹 只是勉强承担而已 其中有效的成分 只有三成和四成而已 其他的六七成 皆是肺渣和毒素 仔细地观察住 两人身体内的绿色毒气 燕归来之道 接下来 就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了 如果 这绿色越来越浅 就表示 单独正在逐渐地 被两人排出体外 如此一来 成就地尽地尊 便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相反 如果这绿色越来越深的话 那就说明 这两人完全无法对抗单独 剧毒不断蔓延之下 必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直接将两人毒死 说到这里 就必须要说一说 完美品质的丹药了 如果 这两枚地尊精丹 是完美品质的话 那么整个丹药 几乎是没有毒素的 基本只要吃下去 就一定可以成就地尊 不过 一到三品丹药 还比较容易出现完美品质 但是四到六品 完美品质的丹药 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至于七到九品 出现完美品质的几率 是越来越低 甚至是毫无可能 尤其是九品丹药 基本上就没有完美品质 这个概念 九品丹药 能炼制出来就已经不错了 哪可能去追求什么完美品质 在燕归来 全神贯注的注视下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身体上的绿色毒气 一会浅 一会深 变缓不定 很显然 两人正在同单独 进行着全力对抗 圣则成就地 尊 败则人死盗销 被单独毒成一滩污水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住 帝尊金丹一点一点地化开 化作澎湃的药力 不断地在身体内游荡着 越来越多的药力弥漫开来 同时 越来越多的单独 也肆虐开来 刚开始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咬紧牙关之下 还可以顽强地抵抗 但随着单独 越来越多 越来越庞大 渐渐地 两人有点抵挡不住了 眼看着两人身体表面 绿色的单独忽深忽浅 终于 单独终于打破了平衡 几乎同一时间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的身躯 剧烈的一颤 两口污血 夺口喷了出来 放眼看去 那两口污血黑中透绿 散发着浓郁的香甜气息 可是落在那溶洞的岩石地面之上 却是滋滋作响 只转瞬之间 便腐蚀出了一个深坑 不好 见到这一幕 燕归来不由地大叫了一声 很显然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已经抵挡不住单独的侵袭 防线彻底崩溃了 果然 随着燕归来一声大叫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的身躯之上 绿色的毒气迅速有浅变深 而且是越来越深 只一小会功夫 两人浑身浑身下 便从草绿色变成了浓绿色 又从浓绿色变成了墨绿色 必须尽一切可能挽救 而且人类那边 燕归来要一手管理全人类的政务 天台山这边 他是真的抽不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管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人类的炼丹传承 以及所有的炼丹人才 都聚集在这里了 若无人管理的话 怎么可能发展得起来 如果他们两个都消亡了 对全人类来说 损失的性格 是太大了 同一时间 就在燕归来 焦急无比的同时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也是满脸绝望 时到此刻 他们体内的丹毒 已经是彻底蔓延了开来 再也无法收拾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帝尊金丹 才消化不到三分之一 后面还有更多 更剧烈的毒素 将纷纷涌来 这已经是绝境了 此时此刻 即便是灵木帝尊复生 他们也没救了 深深地看住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燕归来猛一咬牙 张开了蟒蛇之口 吐出了一个墨绿色的圆珠 这圆珠不是别的 正是得自飞天王的万毒珠 这万毒珠不但蕴含着上万种毒素 最重要的是 这万毒珠还可以吸收和吞噬上万种毒素 是毒中之宝 虽然不确定 这万毒珠是否能吸收和吞噬单独 但是时到如今 燕归来也顾虑不了那么多了 再不动手的话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直接被毒死了 在燕归来的驾驭下 那万毒珠低溜溜地旋转住 悬浮在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之间 无边的犀利之下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的身上 顿时生起了鸟鸟的绿色雾气 有效果 见到这一幕 燕归来不由地狂喜 很显然 从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身上 生起的绿色雾气 正是单独之气 虽然吸收的速度慢了点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有效就有希望 同一时间 见到燕归来 寄出了一颗绿色的珠子 而那绿色的珠子 既然可以吸收和吞噬 两人身上的单独 意识之间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顿时亮起了眼睛 虽然说 这万毒珠的效率实在太差劲了 可是总的说起来 这毕竟也是一个办法 看住那鸟鸟的雾气被吸收 燕归来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很显然 这样下去 肯定是不行的 万毒珠吸收单独的速度 比单独产生的速度慢太多了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心念一动之间 七星古剑瞬间飞了出来 在燕归来的驾驭下 那七星古剑瞬间 刺在了上官千秋的左胸之上 直接在上官千秋的左胸上 开出了一个血窟窿 随后 燕归来心念一动之间 那万毒珠凌空一个摇摆 随后瞬间飞窜而出 钻进了上官千秋左胸之上 那个血窟窿之中 不过很快 墨绿色的万毒珠 便准确地堵截住了那个口子 也堵截住了喷涌而出的鲜血 随着万毒珠打入心脏之中 原本已经绿的发黑的心脏 以及那黑的 犹如墨水一般的鲜血 瞬间便变成了翠绿的颜色 显然 直接将万毒珠埋进心脏之中 直接净化血液中的毒素 其效率之高 绝对比刚才提升了百倍以上 随着万毒珠入体 那上官千秋的血液 颜色迅速地淡化开来 从黑绿色变成墨绿色 又成墨绿色 变成了浓绿色 见到这一幕 燕归来 不由地笑了起来 可是就在这时候 旁边的司徒万里 猛的一张口 一口漆黑如墨的鲜血 夺口喷出 面对于此 燕归来不敢怠慢 七星古剑 凌空一个盘旋 在司徒万里的胸口 也开出了一个 同样的血窟窿 随后 上官千秋心脏内的 那颗万毒珠 瞬间飞了出来 投入了司徒万里的 心脏之中 随着万毒珠入体 司徒万里的血液 也迅速地被净化住 血液的颜色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变浅 不过 持续步了多长时间 上官千秋那边 又进入了危险状态 周身的鲜血 再次变得漆黑无比 无奈之下 燕归来不得不暂时 将万毒珠 从司徒万里的心脏 终取出 再次打入了 上官千秋的心脏之内 以净化其体内的单独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住 燕归来不断地 转移住万毒珠 不断地净化着 两人血脉中的单独 足足九个时辰过去了 终于 整个万毒珠的颜色 从墨绿色 变成了黑绿色 周身飘荡着 怪异的香甜气息 只轻轻一闻 便让人头晕目眩 而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周身的血液 也基本上恢复了正常 呈现出新鲜的血色 见到这一幕 燕归来不由地松了口气 到此为止 所有的单独 都已经被解掉了 接下来 只要两人努力调息 扎稳脚跟 便可以成功突破桎梏 就此成就帝尊 不过 虽然明知道没什么大事了 但是燕归来 还是不敢离开 聚精会神的手在两人身边 不到功成身不退 终于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周身散发出的恐怖威压 渐渐平息了下来 两人的气息 也迅速地弱了下来 猛一眼看去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就彭扶是两个 纯善无害的老人家一般 可是燕归来知道 这恰恰是帝尊的象征 真正的帝尊 平静的时候 与天地融为一体 没有丝毫的特别之处 一旦帝尊发怒 则地动山摇 甚至是地府天翻 终于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同时睁开了眼睛 两人胸口处 那两道猙獰的血窟窿 迅速地收拢 愈合 然后彻底消失 放眼看去 虽然两个老者 依然是须发皆白 但是他们的肌肤 却犹如孩童一般 嫩滑无比 百里透红 所谓的鹤发童颜 先锋倒鼓 说的就是这样的状态吧 慢慢睁开了眼睛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对望了一眼 随后同时点了点头 翻身站了起来 整理了一下衣衫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同时跪倒在地 恭敬无比地道 上官千秋 司徒万里 多谢大王救命之恩 面对两个老者如此大理 燕归来急忙道 别别别 咱们都是一家人 不用这么客气 快快起来 面对燕归来的命令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同时点了点头 随后站起身来 恭敬地看住燕归来 时到如今 他们欠燕归来的 实在太多了 先是将他们 从妖族手中救了出来 随后 又冒着生命危险 勇闯青木城 进入炼丹师协会宝库 以及灵木 帝尊墓穴 为他们取来了 九品大活落丹 在接下来 燕归来大方地 将两枚帝尊金丹 赐给了他们 让他们有生之年 终于有机会 向帝尊境界 发起冲击 最后 这次的冲击 其实已经失败了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也已经落入了 必死的绝境 但燕归来 却神奇地 将他们从 必死之境中 强拉了出来 几乎是用双手 硬生生地 将他们推到了 帝尊的宝座之上 救命之恩 再造之恩 知语之恩 再加上最后 亲手将他们推到 帝尊宝座之上的 成就之恩 如此大恩大德 他们一辈子 都还不清了 没有燕归来 他们也许暂时 不会死 但是最多 三四百年后 他们终将化为 白骨 与世长辞 可是现在 一切都无比 美好了起来 他们两人 双双成就了帝尊 未来万年内 在下一次 天地大劫来临之前 只要他们 自己不找死 便几乎是 不死之身 最重要的是 成就了帝尊之后 接下来 他们便可以 继续追求 炼丹之道 向九品 终极炼丹师 也就是百年前 林木帝尊的 炼丹境界冲刺 有生之年 他们两人 绝对有希望 成为九品 高阶炼丹宗师 欢喜地看住 上官千秋 和司徒万里 燕归来到 因你们如今的造诣 继续留在天台山 就太浪费了 所以我想 安排你们去 百草重楼 听到百草种 楼这个名字 上官千秋 和司徒万里 顿时兴奋起来 百草重楼中 遍布着各种灵药 一旦去到那里 他们便可以 近距离下 不断接触 和研究各种药草 只有明了通透了 所有药草的药性 他们才可以成为 九品中阶炼丹师 因此 燕归来这个安排 与其说是任务 不如说是奖励 天大的奖励 深深地看住 上官千秋 和司徒万里 燕归来到 我也不说好听的 事事你们都很清楚 单纯只是安排你们 去百草重楼 这绝对是奖励 而不是工作顿 辽顿 燕归来继续说 因此 你们平日里 除了研究药草之外 还要整理一下 看一看 哪些药草 是乾坤世界有 而百草重楼里 没有的了然 点了点头 上官千秋道 我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 让我们把 乾坤世界特有的 而百草重楼 没有的药材 尽量补充到 百草重楼中 接在上官千秋之后 司徒万里道 放心吧 这个交给我们 绝无问题 乾坤世界里 没有我们不知道的 药草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接下来 你们出去安排 一下 天台山这边不能乱 这里是我们的根基 而且 说话之间 燕归来顿了顿 双眼看住两人道 你们两个过去后 那边的三万 超级炼丹天才 也要靠你们去培养 那边的一切 就交给你们俩了 断然点了点头 对于这样的任务 两人不但不以为苦 反而是甘之若夷 人的年岁一大 就希望培养自己的传人 以传承自己的炼丹之道 现在 百草重楼那边 有三万名炼丹天才在 足够满足他们 那好为人士的影头了 而且 有了那三万个 超级炼丹天才 才可以更好地 帮助他们两人 管理好百草重楼 把百草重楼内的一切 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可以说 上官千秋 加上司徒万里 以及那三万名 超级炼丹天才 便是上百亿人族中 最精华的一部分 当这些人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完全可以代表着 全人类最高的炼丹水准 以及最庞大的炼丹实力 很快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便将天台山周围的 所有工作 都交代了下去 两人离开后 天台山由司徒雷曼接管 虽然在能力上 司徒雷曼必然比不上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不过总的说起来 这边的发展 其实已经不在 两人的考虑之中了 真正的天才 全人类的精华 都在百草重楼那边了 这边虽然也不会懈怠 但是却也不会太重视了 交代完一切之后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以及他们两人的 一系列轻随 被燕归来 装进了次元空间之中 运去了百草重楼 上官千秋和司徒万里 可不是独自前往的 而是带着自己的团队 一起过去的 其中 上官千秋带领的 是上百名天部教席 上官千秋 虽然现在已经成就了帝尊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毕竟只有一个人 就算他再厉害 也不可能一个人 就把三万人都给交了 至于司徒万里 他带领的 虽然不是天部教席 但却是青木学府 最顶级的传宫导师 上官千秋 以及司徒万里 各带了上百名天部教席 以及传宫导师 一听起来 似乎功能上重合了 可是事实不然 上官千秋和他的天部教席 更多的是传授炼丹之道 而司徒万里和他的传宫导师 更多的是传授武学 是结合着炼丹之道的武道功法 上官千秋 司徒万里 一文一武 本就是灵木帝尊的左膀右臂 不过现在 这一切 似乎被燕归来给继承了 将上官千秋 司徒万里 以及那一百名天部教席 一百名传宫导师 运送到百草重楼之后 燕归来将神识 转回了人族躯体那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燕归来耗费了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去处理政务 将承诺的所有灵骨 灵脉 以及灵米 都运送了过来 以满足人类的消耗 随着大量的灵米 灵脉 灵谷运来 燕归来在全人类的声望 瞬间便达到了最高峰 军部的士兵 吃到了三品灵脉 自然是感激不尽 这样的好事 只有燕归来能带给他们 最让所有士兵欢喜的是 即便是他们的家人 也可以享用二品的灵脉 这种待遇 是史无前例的 也是他们忠心拥护的 接下来是富豪和权贵阶层 这些人不缺钱 最起码 在吃的方面 他们是不在乎钱的 以前 即便他们再有钱 也只能吃粗米粗面 根本没啥可吃的 可是现在 他们却可以花钱购买一品灵脉 以及从士兵的家属手中 高价收购来的二品灵脉 如此一来 他们的生活质量 同样是大大提高了 至于说三品灵脉 这个不好意思 任何人都是买不到的 这些三品灵脉 是直接发到军部手中的 由军队的食堂直接烹饪 士兵只能见到煮熟的灵脉 无法倒买倒卖 至于普通的平民 他们也可以偶尔买点一品灵脉 来改善一下生活了 而且 普通的素米 价格也低了很多很多 最后就是平民窟的平民窟了 再也不会有人被饿死了 平民窟内 24小时开设着粥铺 不管谁饿了 都可以随时去吃 一分钱都不收 很多平民 都按时按点地 去粥铺领取混杂住野菜的米粥 以节省一点家庭开销 不只管吃 最重要的是 燕归来的行政命令下 对上千座城市内的破旧楼房 进行了维修和重建 确保每人都有房住 有饭吃 有衣服穿 在燕归来的治理下 人类一扫往日的颓势 所有的城市 都变得惺惺向荣起来 安排了一切后 燕归来将柳妍 任命为大指正官 燕归来不在的时候 一切都交给他来处理 之所以如此安排 倒不是说任人唯亲 事实上 柳妍也不是燕归来的亲人 燕归来之所以这么安排 是因为柳妍的能力 确实是有的 脑筋特别灵活 聪明 做事也非常的周全 稳健 当然 柳妍也不是完美的 她最大的缺点 就是缺乏冒险精神 做起事来一百一眼 绝不贪功冒进 可是这样的缺点 却正好和燕归来 形成了互补 燕归来做事 从来都是大刀阔斧 勇往直前的 绝大多数时候 当燕归来 说出自己的计划和目标时 大家都认为 她是在吹牛 是在撒谎 就连最亲近的人 都不相信她 不是燕归来 信用太差劲 事实上 直到现在 燕归来 还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大话 不管听起来有多夸张 有多不可思议 燕归来 总能实现自己的承诺 以这次的粮食危机为例 没有人相信 她可以得到这么多粮食 更夸张的是 她弄来的粮食 还不是普通的宿米 而是三品的灵米 二品的灵脉 以及一品的灵骨 不过现在 一切都已经实现了 上百亿人族 都已经吃饱了饭 而且吃得还非常好 柳妍的特点 与燕归来正好相反 做事稳扎稳打 从不肯冒险 如果说 燕归来做事 喜欢往最好的结果想的话 那么柳妍做事 总是喜欢按最坏的结果去打算 这样的特性 虽然很多时候会误事 但绝对不会因为冒进 而使得整个局面崩盘 因此 当燕归来有事不在时 由柳妍来负责一切 是最最稳当的 无论局面如何恶化 都不会彻底崩掉 燕归来很清楚 想要让人类摆脱目前的窘境 只能靠他自己 别人都是帮不上忙的 他不在的时候 稳定压倒一切 真要有什么事 也得燕归来回来后 才可以处理解决 其他人是没这个能力的 倒不是说 燕归来比所有人都聪明 都能干 关键其实还是资源问题 所谓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再有本事 没有资源也做不了任何事 派人将柳妍 传唤到了执政大厅之内 燕归来在办公室内 接见了他 看住豪华无比 到处都散发着 威严气息的办公室 柳妍只感觉周身冒汗 连喘气都不敢大口去喘 看住柳妍 拘谨而又不安的样子 燕归来不由地叹息了 一声 站起身来 燕归来走到旁边的酒柜旁 取了一瓶美酒 以及两个酒杯 走到了柳妍身前坐了下来 坐在柳妍的正对面 燕归来将两个酒杯 分别摆在了两人的面前 随后到了半杯美酒 这才举起杯来 邀柳妍共同举杯 仰头灌了一口美酒 燕归来哈出了口中的酒气 这所谓的美酒 如记忆中一样 实在是难喝得要死 不过 这美酒虽然不可口 但确实有缓和紧张情绪的作用 所谓 酒壮熊人胆 喝了酒 老鼠都敢找猫打架 一连喝了三杯美酒 柳妍雪白的翘脸上 顿时浮现起两抹红玉 美不胜收 轻轻捂住脸蛋 柳妍道 不要再惯我了 我现在好了许多 有什么事 你可以说了 我已经不那么紧张了 微笑着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要铺的事 看来是没戏了 而选拔人才的事 暂时也可以放一放了 接下来 我打算给你换个位置 换个位置 疑惑地看了看燕归来 柳妍道 行啊 反正 我也没什么 好了点头 燕归来道 好吧 既然如此 那么你回去收拾一下 从现在起 你便是大直正观 大直正观 疑惑地看了看燕归来 柳妍道 这是什么职位啊 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 面对柳妍的询问 燕归来不由地微微一笑道 耳熟吗 确实 你想想我的职位 就应该知道 你的位置是什么了 你的职位 疑惑地看了看燕归来 柳妍道 你不是正部的首席执政官吗 这和我有什么官 话说到一半 柳妍猛地停了下来 张口结舌地看住燕 归来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在柳妍想来 他能有如今的身份和地位 能为人类做出如此大的贡献 已经是此生无憾了 但没曾想 燕归来竟然把他捧到了大直正观的宝座上 大直正观是什么 那可是正部的二把手 燕归来不在的时候 他可就是正部的最高首领了 其地位之高 真的是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可是 柳妍自认自己 只是一个平民窟出来的小丫头而已 虽然曾经努力学习过 虽然有一点小聪明 可是将全人类的命运 交到她的手中 是不是太儿戏了点 看住柳妍目瞪口袋的表情 燕归来微笑住 给予鼓励 之所以选柳妍 不只是因为她做事稳 也不只是因为信任 出身在平民窟的柳妍 更了解百姓之极苦 最重要的是 柳妍和叶玲一样 都有一颗最善良的心 过去十几年来 她赚到的钱其实并不少 但是那些钱 却全部被她用来 究竟那些老幼病残了 这样传善的品性 才是燕归来愿意任命她 为大智正观的核心因素 至于能力 信任 不能说不重要 但很显然 这两点上 柳妍也不逊色其他人 可是 可是我 手足无措地看住燕归 燕归来 柳妍仓皇地道 不行啊 怎么可能 不行 真的不行 你别开我玩笑好吗 这太夸张了 夸张 听到柳妍的话 燕归来傲然一笑道 咱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 我觉得 你应该算是最了解我的人了 你真的觉得 这很夸张 真的觉得 我是在逗你玩 这 面对燕归来的话 柳妍顿事无语了 是啊 他们认识的时间 实在是不短了 足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燕归来说了许多夸张无比 简直是在逗人玩的话 但最终 燕归来却用实际行动一再证明 他一点都没夸张 也从来没有逗人玩的习惯 只要是燕归来说的 就算是笑话 也可以当真的去听 不为别的 只因为 即便是笑话 燕归来也会去兑现 你 你真的 要我当大直正观 小心翼翼地看住燕归来 柳妍谨慎地道 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你是我最了解 也最信任的人 你的能力足够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拥有一颗纯真善良 愿意为全人类 谋取福利的心 听着燕归来的话 柳妍顿时仗红了面孔 在柳妍听来 燕归来这一席话 就如情话一般 让他如饮纯酒 云陶陶不知身在何处 掌红柱脸蛋 柳妍道 我不知道 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好 不过 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 我一定会拼命去努力 争取不让你失望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尽力就好 倒也不需要去拼命 总之 你是我最亲近 也是最值得我信赖的人 有你在 我才能放心激动地屏住呼吸 柳妍 颤抖地道 放心吧 无论如何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长吸了口气 燕归来道 今天晚上 你回去准备一下 明天一早 我就会离开 而且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我可能都很忙 不太有时间过来 正部的一切 就全看你的了 听到燕归来的话 柳妍猛地伸出双手 一把抓住燕归来的衣巾 急切地道 什么 明天就开始吗 不行 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 苦笑着摇了摇头 燕归来道 我还不是什么准备 都没有救上位的吗 放心了 该处理的 我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未来三个月内 不会有太大的事情 什么 三个月 听到燕归来的话 柳妍简直快哭了 仓促地 一点准备都没有 便要接手正部大任 而且更残忍的是 未来三个月内 燕归来竟然都不回来 这 苦笑着看住燕归来 柳妍道 不要这样好吗 最起码 你先带我三个月 哦不 两个月 实在不行 你先带我一个月也好啊 摇了摇头 燕归来道 不要害怕 早松手晚松手 终究是要松手的 一切就交给你了 你赶快回去收拾一下吧 你知道的 我从不讨价还价 我 你 面对燕归来的话 柳妍一张俏脸 苦得快滴出水来了 可是正如燕归来所说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人 要么按他说的来 要么钱粹一拍两散 这就是燕归来的性格 他绝不会因为任何事物而妥协 即便是撒娇 也没有用 一想到 从明天开始 就要独掌人族大权 柳妍说不紧张是假的 但如果说他不兴奋 不期待 不狂喜 那更是假的 虽然他自己也不确定 自己到底是不适合当大智政官 但是无论如何 为了燕归来 也为了他自己 更为了全人类 即便拼上性命不要 他也要试一试 长吸了一口气 柳妍挺直了自己的脊涯 虽然内心善良 但柳妍从来就不胆小怕事 更不会畏首畏尾 既然早晚要接受 那么长痛不如短痛 蒙一咬牙之间 柳妍道 既然无法拒绝 那我也不需要回去收拾了 从现在起 我就正式上任吧 这样一来 你最起码 还有一整夜的时间 来好好教我 燕归来走回了办公桌后 对住柳妍招了招手道 来 过来 咱们这就开始吧 面对燕归来的邀请 柳妍也不推辞 迈步走到燕 归来身旁 双手按在了办公桌上 上身轻轻扶了下去 挺翘的臀部高高翘起 转头看了看柳妍 燕归来黑黑一笑道 好了 你看仔细了 这个柜子里 是商务部的文件 这个柜子里 则是税务部的文件 时间一分 一秒的流逝住 燕归来滔滔不绝地喷吐着 而柳妍则是全力以赴地吸收住 汲取着 贪婪地不放过一点一滴 距今会神之下 一夜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当黎明的阳光 从窗口照进来的时候 燕归来终于将所有的事情 都简单地交代了下去 虽然时间有限 说得不可能太详细 但其实也不需要太详细 具体的内容 还是要柳妍自己去看 自己去整理 虽然柳妍并没有过目不忘的智慧 但是所谓好机型不如烂笔头 所有不清楚 不明白 不透彻的地方 她都已经做了笔记 等一会有空了 她自然会翻看 站起身来 燕归来拍了拍柳妍的肩膀道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离开了 接下来 这里的一切 就交给你了 等等 点了点头 柳妍道 虽然 我不确定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可以保证 我一定会拼命努力地微笑着 看住柳妍 燕归来指了指旁边的 酒柜道 那个柜子里的酒 是提神用的 你渴了 或者是要提神的时候 可以喝点 你知道的 我其实不喜欢喝酒 所以你不需要客气点了点 头 柳妍看住燕归来道 知道了 我不会和你客气的 毕竟 你不缺这点小钱 兮兮 面对着柳妍的话 燕归来苦笑着 耸了耸肩膀说 好吧 事实确实如此 金钱对我来说 就是个数字 没有任何意义了 说话之间 燕归来顿了顿 随后继续说 身份我给你了 地位 我也给你了 权力已经在你手中 置于金钱 深深地看住柳妍 燕归来道 你手中那五千万两黄金 我也不要了 全部都送给你 什么 那怎么可以 那是你的钱 我不能 面对燕归来的话 柳妍急声道 摆了摆手 燕归来冷声道 怎么 你想跟我讨价还价吗 听到 燕归来的话 柳妍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这个男人啊 真的太霸道了 只要是他说出来的话 做出的决定 就不允许任何人更改 否则的话 他宁愿一拍两散 而且 时到如今 他和燕归来之间 已经是不分彼此了 早在一年之前 在他答应了燕归来 一生只陪他一人喝酒的那一天起 他就把自己当成是燕归来的人了 这一生都不会改变 因此 这钱放在他手里 还是放在燕归来手中 根本没有差别 深深地看住燕归来 柳妍苦笑着点了点头 算是接受了燕归来的馈赠 见到柳妍接受了下来 燕归来道 五千万两黄金 光是利息 就足够你花用不尽 所以 我不希望你通过身份 地位 以及权势 为自己谋取一分的利益 听到燕归来的话 柳妍顿时严肃起了表情 无比认真的道 放心吧 我比任何人 都更痛恨那些贪官污吏 我绝不会做那种事情的 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如果你对金钱上还不满足 还有野心的话 你可以和我说 不管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唯独 你不可以公器私用 贪污受贿 不然的话 我将万分的失望和痛心 长吸了一口气 柳妍举起了右手 拇指和小指环扣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无名指朝向天空 庄严的道 柳妍起誓 这一生若贪腐受惠一个铜板 愿受万魔世心之苦 永世不得超生 欣慰地看了看柳妍 燕归来哈哈一笑道 好了 虽然不忍心 但是如此一来 我就彻底放心了 我走了 说话之间 燕归来对住柳妍摆了白手 随后断然转过身 大步走了出去 目送燕归来离开 柳妍张了张嘴 很想把她留下来 可是最终 她却还是没能发出声音来 燕归来之所以放下证物 必然有非常重要的 关乎到人类未来命运的大事要做 虽然她能力弱小 帮不上燕归来什么忙 但也绝对不会拖她的后腿 拦住她去做大事的脚步 无论如何 就算拼了命不要 她也要为燕归来 支撑起一面最坚实的护盾 在她的身后 为她撑起一片天空 任她去外面的世界闯荡 做她想做的任何事 同一时间 离开了办公室后 燕归来长呼了口气 接下来 阿妖炼指轻木龙还刀 将其在地病的基础上 炼制为法宝 使其成为法宝 和地兵双戏之宝 一旦炼制成功 燕归来便可以将九龙藤云顶 丙丁神火炉 天一生水瓮 天地原磁魔 以及青木龙还刀 炼入虚空法山当中 补圈五脏之外的六斧